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聊的不是一个时任话题 今天聊一个关于在西班牙生活的话题 因为我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推友 他发送一个在西班牙留学的女留学生 因为他父母给他规划留学 包括生活费给的不到位 结果妇女关系闹翻了 然后女留学生就在网络上 大骂他的父亲 大骂他的母亲 态度极其恶劣 这个内容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我是十分讨厌这个女孩的 但是我在看第二遍之后 我觉得这不能够单独的怪某一个人 这是一起人伦悲剧家庭悲剧 咱们过一下 具体的事情咱们过一过 这是一个妇女的聊天记录 父亲跟他说 这个14.8欧元是打车 这个44.52欧元是买什么 然后女儿说44欧是去超市买生活用品 然后他爸爸就感觉是念经了 这个信用卡要急用 都怎么样 爸爸压力非常大 然后就呛起来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经历这么一个叛逆期 然后你看这个女儿跟父亲的对话 那就是非常的呛 就是他父亲希望他每月的开支控制在1万左右 他之前承诺过 1万是多少 1万人民币就是1300欧元 1300欧元不少了 在西班牙省着钱又能够养活一个家庭了 然后他爸爸一念经他就受不了了 女儿说不想跟爸爸吵架 但是他爸爸继续念经 希望你懂事要有独立意识 你都23岁了 爸爸51岁了 已经老了 其实我看到这里购汇900欧元 用了6700 房租3300 共1万元 工资到账 当天给了你1万亿 爸爸的工资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尽量节约 看到这里我是蛮心疼当父亲的 1万1是多少了 1万1人民币已经是将近1500欧元了 这一个人都不够花吗 那肯定够花了 如果要是说有代沟 我觉得这很正常 吵架也很正常 像刚才那种父女的对话 我们看着好像觉得这个女儿很过分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这么一个叛逆期的时候 谁没有呛过自己的父母 话里说到这里 我先不去说他父亲怎么样 他母亲怎么样 先反映一下我自己 我们之前有没有这样呛过我们的父母 但是要是继续看的话 就感觉有点过分了 就是说他女儿已经用非常恶毒的语气 咒骂他的父亲 然后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 去诅咒他的父亲 就是有点要人有所所的意思了 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女儿做的太过分了 如果说一定要理一理这件事的话 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女孩 他的宠物被他父亲给弄死了 如果说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时候开始破裂的 我个人认为其中之一很重要一条 就是他养的宠物 被他父亲弄死了 你想你要说这个矛盾是怎么爆发的 他也是要经过一个时间的积累的 你看看他父亲给他安排出国 2016年一个计划 2018年一个计划 然后到了2020年春 又是一个计划 经过这么一个反复折腾 再加上一个他的宠物被弄死了 所以说导致他们父女的关系 这种裂痕越来越大 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作为一个女儿 跟他父亲可以这样非常无理的 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都感觉特别难以接受的方式 跟他父亲聊天 是有因果关系的 说到这里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女孩子 他特别的不懂事 虽然说我们以前也不懂事 但是他父亲一个月给他1万 甚至说1万1 大约1500欧元不够你花 你租房子的话是一个月3300 算成欧元的话也就是450欧元左右 450欧元一个人住 那应该是住的相当宽敞的一个单间了 你一个女孩子 你不可能租个两居室三居室 你租一个单间的话 450那是一个硬件非常好的环境了 住的环境很好了 那么这么一个好的环境 有没有条件自己做饭吃 自己做饭吃是很省的 如果他要说不够花的话 我只能够理解 是不是顿顿都出去吃 在欧洲吃饭很贵的 让别人伺候着 是吧 你也不用刷碗 你也不用做饭 给我来一碗面 给我来一份什么套餐 那是很贵的 那就很好钱的 这样是谁吃得起 这样吃谁都吃不起 以前我刚来西班牙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手里就那两三百欧元了 我就是控制着花 我一顿我都不在外面吃 我一个星期买菜 我才花20欧元 一个星期才花20欧元 就是说我早上不吃饭 我中午做一顿饭 蒸的米饭的量是够吃两顿的 然后中午炒一个菜 一个菜的分量也够吃两顿了 我就是一个菜煮一锅米饭 我就是分中午跟晚上两顿吃 就这样我还能吃点肉 我20欧元 我吃一个星期 那是我过的最省的那一个月 那一个月我都是花的特别省 每天都自己做而吃 你说这个女孩子 她一个月要花1000亿 我只能够理解你自己懒 你不愿意自己做饭 动不动就跑到外面吃 这钱能够花吗 那你要说她现在是23岁了 23岁 作为中国这么一个环境下来成长出来的人 很难说有几个是成熟的 我也是到了25岁以后 我才给自己下决心 哪怕说去要饭 也不能够去坑老了 就是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杂来说 我在25岁之前 我都没有自立 但是对于我的父母 我感觉我是亏欠的 就是说我25岁之前 我废财归废财 路撒归路撒 我知道我是在坑老 我知道我理亏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 显然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生米养恩 斗米养抽 假如说这个女孩子有一天啊 没地方吃 没地方住了 鸡肠碌碌的 然后到了一个面馆里面说 老板我饿了 我没钱吃饭 你能不能给我一碗面 老板看她可怜 给她一碗面 然后女孩子把面吃完 然后哭着说 你对我太好了 你对我都比我父母对我还好 这叫生米养恩 那这个时候呢 老板就要骂回去了 我只是给你一碗面 你竟然说我比你父母对你还好 你父母养你一二十年 我竟然比你父母对你还好 你不懂事 你赶紧回家去 像这种事情是一个真事啊 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应该去经历一下这种事情啊 父母养你养了几十年 你还这么去怨恨你的父母 这就是要斗米养仇啊 就是惯的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惯的 那么说上这个女孩问的 我还要说她父亲教育也有问题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没有几个家庭教育补助问题的 你要说当父母 我有孩子 我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啊 对不对 有些事情错了是没法挽回的 只能说看到别人想想自己 反省一下自己啊 以前一个冲动我也打过小孩 但是后来我也后悔 从这么一个妇女之间的悲剧 我看到了女孩的父亲 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 把女儿养成这样 把女儿养成仇人 那你是怎么养的 那我得反省我自己了 我跟我的孩子将来在相处的过程中 应该怎么样 能不能避开哪些坑 是吧 我这做节目 我不光说是啊 去喷别人啊 去骂女孩子怎么不懂事 去骂他父亲啊怎么失败 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犯过这些错误 然后在剩下的生活当中啊 面对父母能不能做一个好儿子 面对自己的老婆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公 面对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做一个好父亲 今天看这个推特这么一件事啊 也算是给我上了一课啊 也算是给我开了眼界 就是说啊 这个实在在变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变 这种家庭关系 人伦关系也在变啊 真的都不一样 70后他们的成长环境跟80后不一样 80后成长环境跟90后又不一样 90后又跟00后又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够以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 去强加到别人头上 所以说今天这件事情啊 也算是给我开了眼界 也算是给我敲了个警钟 咱们不光是批评别人 咱们也是把它当成一面镜子啊 反过来召召自己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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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